老夫子是整个汪者峡谷唯一一个不能用战截衡量的英雄 这把老夫子2-5-4MVP拿下 严格的来讲老夫子是一个后一期英雄 前期真的很重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强 6分钟这里我刚出末时 刚出末时老夫子是无敌的 但是为了稳健 我还是攒了三个能量才帮芈月 即便我已经1-0 再加上刚出末时处于强势期 还跌了三个能量才帮 也依旧打不够对面的芈月 这里我有红怒 想切换线再走 但是还是被芈月抬走 你们看死之前荆棘和芈月一样打不过 老夫子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离谱的 7分钟这里我和静二打一想操作刘备 开二回都还打 静开大飞雷神 被刘备双方拿下 再次阵亡 由于局色的地方 现在正面团非常难打 我一个老夫子 如果正面团不能打的话 参团是没用的 兵线进塔了 我也不能清线 帮不上什么忙 看也扛不住 所以只能带线签制 趁对面不在 带掉下落一塔再清掉兵线 清完线我知道我自己已经走不掉了 对面肯定会包过来的 再次面团下 10分钟这里我已经出完冰心了 加上明文已经30的减cd 本来以为刷二能和刘备碰一碰 但是现实非常的残酷 刘备开起大招对着我一顿喷 我被打的是爹妈都不认得 到这里我已经是1-4了 其实个0-4也没什么区别 那个人头还是前期抢的 如果说现在游戏结束的话 我肯定是平安第五无一了 整局下拉一点作用没有 队友脾气不好的话 可能已经开始问候我了 说不定已经开始问候了 只是我没开局内消息 为什么老夫子能上高端局 他对线很强吗 不强吧 打团很强吗 好像也不见得 强就强在他这个英雄 只要你会变通 上线就很高 逆风我守不了家 我就不守 出来带线牵制 死脸能拖延对手节奏 办法总比困难多 流伤来了 那就和流伤无比线拔掉一塔 逆风局不要想那么多 走一步看一步就对了 我们少人对面肯定会压高地的 先回家守 但是我们有银症 应该能守 我回去意也不大 继续带险先制 对面压完高地也一波不掉 我还能偷个二塔 对面推完高地应该就走了 这不可以把对面二塔也带掉 A到差不多就行 剩下的让炮车A 赢车没大了 该回去了 不然可能会被一波 流被死了 进复活了 一波不掉继续带 死蜜米越来了 直接打 现在我仓装已经出来了 40减成低 外加仓装减少 米越20叔叔 米越已经打不过我了 我可以无限刷二 拿下米越 对面没人回来 继续拆高地 他们剩下的三个 都被我队友牵制了 回不了城 对面流被还20秒活 打得好 说不定还能一波 逼间到了闪一镜塔 但是又刷了一波线 小B面卡住了 无奈只能先清B 开开仓装减伤 拉到后方防止被输出 很可惜 兵线被清了 推不掉了 但是我队友也支援过来了 一波拿下 最后的MVP给到了我 这就是老夫子 我觉得老夫子强 并不是因为这个英雄强 而是使用老夫子的玩家强 他英雄的上限高 对抗路里老夫子的胜率 并不算高 富赖能有老夫子打上巅峰第一 也是富赖强 而且我感觉 应该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了